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通过布林肯访华 已经显现出美国的战略被动 尤其拜登既想还想 中美关系美国已经不占任何主动权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看一下美国发生的一切 尤其内部 注意哲学理论 内因决定事物本质 所以你在看美国人在一切的在对外的活动的时候 你应该考虑的是内部发生什么 观察中国也是一样的 你要看内部 内部到底发生什么呢 我现在今天就给大家把这个事讲明白 美国的咱们说华尔街犹太金融资本 就是华尔街金融集团 这些大的金融寡头们大获临头了 这是一个巨变 怎么回事呢 其实美国刚刚通过了一个 你说拜登是在众议院320票赞成91票反对 通过了叫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 这个法案其实在5月1号通过了 但是在之前 美国总统拜登是派了布林肯 派了伊伦 去了中国 所以我的判断就是 拜登应该非常明白 他内部要进行相关的清理 所以必须要稳住中国 所以他战略上是被动了 跟中国交换嘛 他后续要提交参议院表决 不出意外应该是通过的 这个法案就是 这个法案叫反犹法案 这个法案为什么我说一定要谈呢 这等于是 咱们说华尔街金融资本 你可以说犹太金融资本 一会儿再讲 犹太和昂古萨迅其实都不纯了 就这些华尔街金融资本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华尔街金融资本 他已经是把最后的遮羞布全部撕下来了 简单说 这就是 谁要想 就是他要立法 谁反我 我立法弄你 你可以想想 以前是靠什么 靠这个 斯皮尔伯格那什么 那种 犹太大屠杀的电影 那种道格宣传的等等 让你前一幕 说白了 骗不行了 就改抢了 这算是一个 对于美国宪法 一记耳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怕共产主义 对吧 修了一个 反共的法 现在又反游 也不行 反游不行 反共 反共 实际 你看 美国现在是意识形态 这么一个 我觉得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 一个怪异的地方 就是他已经不遮掩了 以前还有一些遮掩 现在不是了 光着定就出来了 和咱们之前分析差不多 就是华尔街金融资本 实际是你也能惊叹 他们在美国的实力 想怎么控制 就怎么控制 想修什么法案 就修什么法案 这次这个法案 就赤裸裸的 告诉全美国 谁敢反我 谁敢反我 这背后呢 是一种彰显实力 但是这种彰显实力 对于当年遭到 这个欺负的这些宣传 完全是相反的 给人的印象是相反的 不应该是这样 他应该很柔的 这个事出反常 闭口腰 实际就面临着 他们大户临头了 即将大户临头 必须要使用这招 你说但凡是没逼到这份上 他为什么修这个法案呢 这也是破天荒 他们第一次 就是华尔街金融资本 第一次走到前台 你可以说犹太金融资本 我觉得用华尔街金融资本 最恰当 他们里边犹太人不蠢了 美国的犹太人都不蠢了 性格教育可以当犹太人 实际上赤裸裸 就是站到了全美国对面 它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美国的惊天博弈 是什么 昂古鲁萨逊财团 咱们也可以叫做什么 美国本土派 为什么说不是昂古鲁 昂古鲁萨逊人 在美国也不蠢了 不是昂古鲁萨逊人 它有大量的欧洲德国人 有大量的其他人 他们到美国以后 实际上都已经不蠢了 所以你不能说就叫昂古鲁萨逊人 咱们说美国本土派 首先这是破天荒的 美国的金融资本 跳到前面去了 而且立个法 保护我自己 这个法等于是我立法 是谁反我 我弄谁 那他对象是谁 对象不就是全民吗 美国全体民众吗 这不就是站到了全体美国民众的对立面吗 这是破天荒首次 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路律 七寸 显然他已经被逼到一定程度 这就为什么拜登一调到中国来 一调到中国来 看到了吗 他已经被逼到这份 内部的斗争已经到这程度了 其实华尔街金融资本 它是美国统治阶级的最大的意志 一直以来都是隐身在政府背后的 找代理人在控制 他们不愿意泡头楼面 他是通过这种扶植代理人方式 然后治理美国统治 这样做好处是什么呢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当然就不会直接对立了 他有个白手套 但是一旦统治基础松动之后 你再被组织起来 动员起来 统治阶级再强横 也是会面临无止境的冲击的 所以通过扶植这种政治代理人 到前台 然后实际当肉盾 拜登不就是当肉盾吗 不行就换一个 这是资本主义玩法 找替子羊 咱们讲了 资本主义最会玩的就是找替子羊 所以金融资本集团 一旦不满就可以立刻找替子羊 最大限度维持它的统治地位 但是现在看这个法案出来 其实就是明面告诉你 没有什么宪法了 什么价值观没了 就是赤裸裸就不允许你怎么怎么办了 这么做实际上就是 把它所有的缓冲盘全部撤掉了 就是你直接来找我来 我要跟你干 所以说现在直面老百姓冲击了 那么金融资本直面老百姓冲击 老百姓对他所有的不满 都不会通过所谓的政府代理人了 而是直接通过 老百姓向华尔街金融资本 直接输出了 这是很难想象的 拜登他作为一个 以前养的一个代理人 一个缓冲罚 他们被裁撤了 他当然是春江水暖压陷制 他当然知道了 这里边厉害了 他必须要稳住中国 我这内乱的时候 我再不稳住中国呢 所以符合他们判的 中国应该同意 同意给他时间 中国不会动他 中国不会坏他事 犹太金融资本 也可以叫华尔街金融资本 说白了 他为什么这么算呢 咱们算一笔账 他就不划算了 对吧 那咱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 但为什么这么做 说白了还是因为什么 确实逼到这份上 你可以看美国乱生什么样 这次高校等等 咱们不谈 这个肯定可能是太敏感了 这个美国的学运嘛 咱们不谈 可能他意识到这个东西躲不掉了 他已经躲不掉了 他只能抛开代理人 因为代理人现在是什么 代理人大多数啊 其实他也没法 没法抗这个 所以这股流行的 咱们说政治氛围 让他必须要选择保护自己 这个法案一出台 基本上华尔街金融资本 就可以合法动用国家机器 对相关的反对者进行镇压了 实际就是下一步 美国内部的大的动荡要开始了 我又是提前几个月通知你的 美国下一次金融收割 华尔街绝不会对美国人客气的 但是咱们讲这治标不治本 因为这个华尔街金融资本的矛盾 本质是统计机极被统计机极矛盾 自古两派本身 人就是非常激烈的 他现在解决不了 他现在用国家机器来 说明他已经到了不可调和阶段 可以说明美国人 现在内部矛盾多么激烈 实际就是利益不分配 实际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咱们讲 华尔街金融资本 他从建立开始 他在全球收割利益 具体到现实中 跟中国打了各种的金融战 但是他现在是只能 只能赢中国 否则就真的就被收割了 反过来如果这一次不能够击败中国的话 他可能遭遇的反噬 是大家想不到的 他可能是非常清楚要被收割 所以他必须要立法 看到了吗 必须要立法 在我自己掌控的时候 我必须要立法 所以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他被收割 可能他非常明白 后来下涨 就像当年欧洲人怎么收割他们 也就是这个 必须要提前在我掌控局面的时候立法 但是被主导的美元体系 被削弱 包括美元世界货币的被削弱 你可以看是不是顺利成章的 咱们之前分析 所以说他一旦崩 他就是金融帝国倒塌的时候 一定会激化受矛盾的 尤其是作为替罪羊的 这边华尔街金融的 咱们讲过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催化剂 更是替罪羊 哪朝哪代 他们确实是可以让你更舒服 但是让你跌落的也更快 所以一定是个替罪羊 他们现在在为自己 这个等于是选择一个出路 我这几百年没有变 看到吗 几百年 千年都没变过 他们的命运就是这样 中国和他们 我就能共情 因为中国一直都是在当作梯子羊 被西方事业 后续他们的命运可能比中国要惨 因为中国还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他们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吗 有人说有 错了 那个国家没有能力支撑 这个百年未有之大编局 关键就是美国 他自己的命运 有一部分人已经发现了 我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这波华尔街金融资本上 实际 他们也明白 美国不在了 我们这些人 第一时间就赶紧溜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惜自己下场 要立这个法 其实中俄一大三角等等 包括欧洲的俄军 乌军的战斗 其实都已经开启了这种变局 西太平洋其实没有胜算 美军没有胜算 就是军事威胁没用 这种社会矛盾 其实他没法转移 这种情况下 你记得金融收割模式 他们原来是有这个把戏的 但是现在看不好使 骗不了人了 说到底就火烧没没了 赶紧出这个法案 保护自己未来财产 不受侵犯等等 用国家机构来保护自己安全 你可以看到心里边多害怕 他们心里边多害怕 所以华人担心在美国没收割 其实最担心的是这边 越有钱越担心 这就是整个法案的实施逻辑 就是华尔街金融资本 实际他们是非常害怕 我觉得他们已经是意识到 自己会处于什么 就美国人从来没有把军事领导权 交给过这帮人 看到吧 没有一个军事领导权是交给过他们 从没有 看到吧 你确实可以当个催化剂 说白了就可以 咱们讲他只能锦上添花 但不能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的人 是川普那类的 实际就是人家准备收割你 就拿你当店妹的 最后把你收了 实际这个昂鲁萨人咱们讲过 他们也不蠢了 种族上 咱们讲美国就没有纯的 所以说你说这纯的犹太人 纯的昂鲁萨人没有 就没有 所以也不能叫昂鲁萨人就是美国奔土派 实际中东的时候霸权 实际美元的根基 对吧 最后是由以色列真正的 这是美元霸权根基 但是咱们知道昂鲁萨和犹太之间并没有 咱们说这种分明的壁垒 就关键时刻人家可以从你这加入到另一边 明白了吧 你谁做的好 我加入谁那边 所以这个跳槽的可能性更大 现在说这个犹太压过昂鲁萨 但是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反过来了 实际就是美国奔土派主要是在产业资本这 你看这个特斯拉的典型 他也不是犹太人 所以整个转型过程中 其实犹太金融资本 实际金融战一旦战败的话 那他这个帝国土崩瓦解的时候 他的元气会大上 福建当年垮台的时候 这让我想起当年福建垮台时候 慕容锤复国 还记得吧 慕容锤复国 非常像 所有人都在准备着 一旦失势 赢呢 我当时手工 失败呢 失败我赶紧复国 实际这些人都做凉手准备 这非常像福建 这个即将倒霉的时候 当然这个通过这个清算 他们的资产也是够大的 如果真的是 有一天 你看 如果你收割不了外部 那我就收割内部 收割内部找谁呢 找这帮人 只不过呢 现在看呢 华尔街金融资本是孤入一帜 昂萨呢 其实还是默许纵容他们 因为你毕竟这个事还没结束 还没有撕破脸 但是真正当这个大局一定的时候 你真正收割不了的时候 那可能昂萨动机手来一点不会 欧洲人从来不会客气的 像当年法国 当年法国国王欠了一批货债啊 最后想的是什么 把这个 应该圣殿骑士团给收了 是一个道理 用你的时候 当然没话说了 但是当我缺钱急的时候 我当然把你弄了 这个 其实犹太人最好啊 觉得 对昂萨来说 现在就是要配合他们 然后呢 这个法案确实通过了 也说昂萨再配合他们过 但是短期内确实好像是能保住 但你相信这个法案吗 我从来不相信任何条约法案 如果能最终是击败中国 对吧 那他当然是好了 救美帝啊 但反过来说 如果过不了关 救不了 没有收割中国的话 按照他们这个尿性 是吧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对 对他们下手一点不会手软的 你看当年希特勒通手啊 可以说啊 他们会联合起来 在人们 意想不到的一个时刻 统一的发动这种暴动 那这个国家大乱了 实际就是把他们彻底进行一丝清算 就像当年法国对圣殿集团 德国对欧洲的犹太 这个 这历史太明显了 我觉得啊 最大限度的实际 他为了保护他们美国本土派的国家元气 关键时刻用这种打法 其实 这无可厚非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这些以这个国家命运 共同体 他们是无可厚非的 他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通过这种收割 那我防止我的国家最后被赤化 被共产主义化 防止民众组织起来 夺权 防止上下形成这种阶级革命 他必须要进行找人去 去进行这个付出代价 这已经找到目标了 所以这次这个法案出炉 这种逻辑实际就是 最后的总收割之前的 我觉得这个明确的信号了 别看这个法案是保护他们的 这个法案 你没危险 为啥保护你 没有法案你才安全 有法案证明你已经被人盯上了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咱们看到 美国人现在和中国 这种博弈的底层 也就是他实际 他这个博弈 是内部出现了大乱 现在和中国的博弈 已经到了悬崖边 但是如果他内部出现大变局的时候 那我觉得 他已经危机四伏了 所以这个时候中国 我就要求稳 主要观察他内部动 一旦是进入高潮期 最危险是个 高潮期永远是最危险是个 那么这个精彩是个 马上要来的时候 我们要共同见证历史 但这个历史我不知道是 是什么样的历史 是重复历史 还是出现一个英雄 还是出现一位救世主 能把这些犹太金融资本 或者说叫华尔街金融资本 给救去 还是说真的就收割中国了 还是说对吧 这个剧本 这没人知道 咱们只能拭目以大